观众朋友午安 欢迎来到新台湾星光大道 不说你不知道 我是邹庆林 这两天我们又看到了 一块花布的故事 那么同样也是一块花布 在两个不同的地方 带来两个不动的感人的故事 先看到画面中间 你一定印象还相当深刻 就是过去我们看到的 所谓笑行歌 他拿着一大块的这个花布 把妈妈抱在身上 抱到医院去看医生的这个 非常感人 那么大家一定都印象深刻 而画面右边呢 就是这两天的 另外的这一位60岁的阿嬷 她有一个孙子7岁 小丁 那么因为她已经是 这个全盲重残 她没有办法自己去上学 所以阿嬷呢 每天早上四点钟爬起来 千辛万苦的 把她呢 带到学校去 转车又转车的 来回一趟140公里 这个故事呢 也感动了很多人 而且今天最新的消息 阿嬷现在已经有车 有车子可以载她跟孙子去上学了 我们先来看 终于有专车接送 北京奶奶组孙俩了 一大早报孙子推轮椅出门 有油压升降台帮忙 抬孙子上车 北京奶奶总算不用再那么累了 好一步说 我以前还有池来吃 还有洗衣 等起又黑暗 不用说那夹着又洗衣 昨天的衣服 今天早上 四点多就可以洗衣服了 坐上专属的富康巴士 车子直奔高速公路 北京奶奶和孙子 不用再转车 不必再汗牛夹背 坐在车上的孙子 也不再吵闹 让奶奶好放心 不用啦 我做错啦 不用跟我插 我就是 对啦 这样就很坚勁的啦 奶奶还说 以前一大早起床 得赶在六点以前出门 而现在有时间好好煮顿早饭 洗完衣服后再出门 过去得花两三个小时搭客运 转火车再转搭公车 而现在专车可以直奔学校 难怪孙子以前到学校之后 因为路程太赶了 总是很躁动 没有办法安静上课 但现在有专车接送 让孙子心情平缓 附件的效果也提高了 感觉比较处在啊 坐车 坐车 坐公车 感觉 对比过去背金奶奶头孙子 一路赶车的背影 而现在安稳坐在轮影上 直达学校 背金阿嬷风雨无阻 背着孙子每天奔破 148公里上学附件 三年累积了十万里路 从不放弃 故事曝光之后 南投县府马上安排了 专车接送 阿嬷直说不好意思 但祖孙奶奶神情看得出来 少了舟车劳顿 上学变得更简单了 周天新闻 好这个阿嬷背孙子的这个 现在被他被取一个 这个号称是背金骂 这个故事呢 这两天又感动了好多人 现场的来宾先看到 资深媒体人刘一红 大家好 资深财经记者蔡玉珍 大家好 资深媒体人唐湘龙 大家好 资深媒体人黄敬平 大家好 资深媒体人陈辉文 大家好 黄敬平先来跟我们讲一下 这个故事到底是怎么回事 这个阿嬷怎么会要每天 每天这样这么辛苦的背孙子上学 这个夜诚宿著的背金阿嬷 真的故事很伟大 我看了说觉得很想掉眼泪 他这个阿嬷其实是在那个 因为他那个背的他孙子小丁 小丁他听他阿嬷讲是说 那个有多宠的那个障碍 那个脑性麻痹 他的那个四肢的肌肉脏力都萎缩 然后而且那个 他那个整个 虽然他已经那个 从7公斤开始背 背到现在15公斤 然后你看他的阿嬷 其实他的身材也不是很高大 他其实个子非常瘦小 其实他也是152公分 44公斤 然后背那个小丁的时候 他手提袋还要拿着 4公斤多的那个东西 你可以看到一个老人家 五六十岁六十几岁的老人家 还要拿那么大的东西 而且你看从南投 坐车到台中 还要再从台中 转车到起民学校 每天这样子来回往返 从南投到台中 虽然都有什么 中章快速道路 中投快速公路 可是你要坐车 毕竟他们没有自己开车 没有办法自己 就是做大众运输工具的话 来回一天 这样子140公里 每天 一年365天 除了可能放假之外 他就要到台中 因为当时 那个小丁的这个爸爸 在他小丁两个月大的时候 就已经病逝了 那小丁的妈妈 因为他负担家绩 所以我觉得这也是 现在的那个民众上班族的 生活的一个无奈跟悲哀 有很多 不是我们一定要做隔代教养 或者是因为 像我们年轻这一辈的 父母亲几乎不是双亲家庭 就是其中一定有一个有工作 那像小丁的爸爸已经过世了 小丁的妈妈负担家绩 那这个悲惊阿嬷 这个夜城宿珠 他就负责照顾这个小孙子小丁 然后整天这样子 然后背着他 清晨四点多就起床 然后他自己弄五分钟 阿嬷都弄很快 然后要花一个小时去叫小丁 其实我自己在叫我儿子起床 每天也是花一段时间去叫他 这种叫小朋友真的是这样 尤其是他又不是像 比较一般正常的小孩子 那么容易去照顾的话 然后你看 那北京阿嬷就这样叫他起床之后 然后五点开始去搭车 你要赶到台中 从南投坐到台中 你几乎都要搭首班车 而且你要在早上八点以前 到达那个台中的那个起民学校 他为什么要选这个台中的起民学校 主要就是说可能南投没有 那个像台中起民学校 提供这样的一个资源 因为他是多重脑性那个麻痹 他一个多重性的障碍 而且他有全盲 那起民学校呢 他有提供这种教盲生 然后可以在这方面提供 这样一个特殊教育的一个环境 所以北京阿嬷看中这样一个环境 每天不辞辛劳 爱德140公里从南投到台中 然后再从台中带他回南投 所以我看的真的觉得很感恩 这就是爱德伟大 所以今天新闻曝光之后 很多人都说 因为过去他没有 他只能搭大众运输工具 他自己没有开车 也没有人接送他 所以当过去他也其实曾经问过说 政府有没有这样一个社会福利资源 提供他富康巴士 可是过去都没有这样提供 我就觉得很奇怪 社会上我们常在街头上 看到很多这种富康巴士 很多这样的一个社福资源 可是过去就没有在照顾 像北京阿嬷他们这种弱势的一个家庭 只要等到新闻曝光之后 大家的爱心才开始发现 才开始出现 然后才开始给这个北京阿嬷 很多的一个资源跟帮忙 所以但是我今天看的这个新闻 还是很感动 这样的爱的亲情的伟大 慧文兄我们刚刚光是看到 他这个路程 每天这样来回回转好几趟 什么客运啊火车的 这还是说如果天气好 要是再来个刮风下雨 或是阿嬷年纪大 你知道老人家常常会比较需要 比如说上厕所啊 身上背了一个那么重的孩子 手上拎了四公斤 然后还在赶车子 想上厕所等等的 自己不舒服方法怎么办 真的是很难想象 对这个刚刚靖平也提到说 这个路程 这个路程的确是非常的遥远 这一座要走两点钟的时间 六点是他出门的这个时间 六点不是起床时间 我们通常很多人六点都还没起床 对他六点已经出门了 那你看他六点 从这个南头要先赶到台中 先坐公车坐到台中的火车头 自己去换火车 我们就说台队搬车要搬车 为公车换火车 为台中换火车之后 坐到丰园的火车站 再说换公车 坐到这个市民学校 终于这个时间要通两点钟 一趟要两个小时的时间 那这两个小时的时间 单程就七十公里 一天来回就一百四十公里 所以这个记者就去算说 那他三年多以来 这样子一直背着他的这个孙子 这样来来去去这样子 已经十万公里了 所以这个新闻 为什么会大家这么的这个震惊 就是说有这么弱势 因为刚刚这个背景 这个靳品已经介绍过 就是他是一个单亲家庭 爸爸不在是单亲家庭 那双亲如果有一个不在的话 在我们的这个社福的定义面 就是高风险家庭 那妈妈去工作 妈妈没有办法带小孩的话 就是隔带教养 所以其实这个 当然包括这个小朋友 他自己本身的这个身心的这个状况 所以其实他的压力是非常大的 所以主持人我们刚刚前面看到说 这个调查员用那个大花巾抱着妈妈 那他妈妈后来也不信 就就就就离开了 那你说这个是阿嬷背着孙子 这样子 当然重点在于说 刚刚这个经营提到 我以前都劝观众朋友这样 就是说 如果你真的已经 怕没路了 真的朋友都走着了 有两个管道可以去处理 一个管道是立委 民意代表 什么县议员 这种立委可以去处理 第二个就是媒体 好你叫媒体 昨天要是联合报不写 他今天会有那个富康巴士可以坐吗 还是没有 就是因为媒体下了 就大家说 因为大家了解说 这个路 因为他都要搬车 所以你如果单程 其实不用那么远 你70公斤 一个多小时就可以到 他就因为要换车 他自己没有车 所以变成说 他一趟的这个车程的时间 就要两个小时 对阿嬷 60岁 我们说60岁算年阿嬷 他还要换孫子 家的事情还要发漏 其实压力很大 所以我刚刚看到 我们中天新闻就说 随着这个阿嬷的富康巴士说 他不用再干了 不用再干了 我最后要说一个部分 我们前几天 我们的行政一定有 陈聪 人有三级 他就觉得肚子很不舒服 对不起我休息一下 他就去找便宋 有点这个肠胃性的感冒这样子 这个阿嬷之前 他后来背他孫子 他都不敢去上厕所 为什么 有一次他在路程 他也觉得说 这个肚子不太舒服 他就跑去上厕所 等他上厕所回来之后 这开始追着说 迟到了 车已经开了 哎呦 这样要暖 不敢坐车 为了要关车班 不敢去准便宋 我觉得这个 时间卡得紧紧 对 他这个每一班车 都不能回车 只要刚主持人讲说 刮风下雨 如果你delay一下 车子就开 车子 火车跟公车 是不会等你的 所以这个情形 跨着近代 让我们很多县市 是缺富康巴士 那今天阿嬷出现 这代富康巴士 我必须讲 是因为媒体的报导 大发 舆论重视 那个巴士就跑出来 但是请注意 这个巴士能开多久 这个我是不知道 像我们说你记得 有首英文歌 你一定晓得 He ain't heavy He's my brother 他不重 他是我兄弟 这个阿嬷呢 他说孙子不重 孙子越重越好 越重才代表越健康 还说孙子 这样子虽然 我们大家看说 阿嬷这样一定辛苦死了 但是他说 孙子是他的小菩萨 他现在还讲说 我在跟时间赛跑 我知道总有一天 我一定会背不动 我的孙子 我希望我的孙子 就是那一天 能够尽量晚到来 许多人家里面 如果出现这样的孩子的时候 他们都把它内化成 一种宗教力量 都把它当作是上帝 神 因为如果你有宗教信仰 你会觉得 这个一定是神的旨意 神会把这样的孩子 送到我家里 送到我身边 送到 交到我手上 一定有某些特别的旨意 所以他必须要透过这种 这种精神的这种 能量的自我的加持 他才能够长时间 持续性能去做这些事情 但是坦白说 如果你在这方面的精神力量 不够的时候 今天我们看到的爱心 在下一个很可能 就是另外的一个悲剧家庭 它其实就一线之间而已 我的意志力够 这个就是今天我们所看到的 爱心感人的故事 但是当意志力崩溃的时候 它就是另外一个悲剧 就结束了 所以在关键的时刻 你的社会力什么时候进来 你说富康或巴士 我昨天看到新闻的时候 那是阿嬷 每天你讲现实点 光这样除了两个小时 单程这样子走之外 你光车钱就花很多钱了 那不是一天而已 那不是一个礼拜一次 天天天天 那个光车钱就要花很多钱 那个对他们这样的家庭来讲 其实是一个不小的开销 但是大家说 那现在有富康巴士了 因为我们家里面 有小朋友在念书 所以我几乎每天 或者一个礼拜会有很多天 我会在小学的门口 会出现 那我就很注意富康巴士 但是因为我们是在大台北 富康巴士量是够的 就是家你几乎我读 我知道的就是说 某一所学校里面 如果说有一些 可能身心障碍的孩子 其实他们都不担心 就是妈妈们也不担心 那个富康巴士 都会在他下课前的一段时间 很准时的到那个地方 一排 一整排 一排 就是光一个很小的学校而已 就是大概每天的傍晚 大概下到稍微四点钟左右 大概四五两都在那边 那司机也都是很规矩 在那边等 就是那个是一个 从我的角度来讲 是一个让我觉得安心 也让我觉得窝心的一个情况 就是说虽然有这些孩子 可是我觉得背后 他有一个社会力 或者说政府的这样的 一个社会福利 他又很警觉性的 在支撑那个系统 可是因为这个事件 是发生在南投 我坦白讲台湾之间的城乡 你是很难期待什么 光我们讲的起民起中学校 他就只能够在大都会里面 那大部分的孩子就是 他们都往台北挤 台北必须资源比较好 那你在南部 他还有能力到台中去上 那个已经是很不得了了 大部分的其实就放弃了 就是有更多的是这种 就是说他其实应该可以到学校 但是因为家里面实在是撑不下去 所以那孩子根本就连到 连到起民学校 或者起从学校 上课的机会都没有 这更多 那我觉得当事情发生了之后 我们就是 有时候我们南美会就感叹 就是我们不知道 到底在社会的角落里面 还有多少像这样的case 那只能够期待就是说 社福单位本身 虽然我知道很多的社工人员 偶尔跟他们在接触聊的时候 这些基金会社工团 他们真的非常累 那他们也真的投入很多的心力 但是总是会有一些漏网之语 今天这个故事 它有好的开始 有好的结果 但是大部分的故事 都不是这个样子 所以只能够提醒就是说 政府部门对这些事情 多注意一点点 否则你说富康巴士 我单程 你阿嬷单程花多少钱 其实老实讲 富康巴士我载着你们 妈鼠那这样子 每天这样子赶 以现在的油价来讲 你简单算一下好了 你单程要花多少钱 你每天来回家花多少钱 那个成本是很高的 地方政府会尽量省这笔钱 你是可以理解的啦 刚才吉月也有提到 说如果有这样子的一个情形 需要求助的话 可能找立委啊 找明代啊 或者是找媒体 那么至少我们今天看到 背金骂的这个故事 经过媒体报道之后呢 真的马上车子就有了 但是这个车子哪里来的 我们先来看 南投县富康巴士 就只有26台 县府决定挪出一台专车 给背金奶奶 但其他需要用车的民众呢 会不会产生排挤笑影呢 他申请会很麻烦 不会啊 怎么申请 我们有钻线啊 在台湖市长胡志强 抛出南投不在我来在之后 南投县长远从东京 打岳阳电话 让南投县府的社会局 自己担起责任 短短一天从没有车到有车 但问题就在南投县 从一月到三月 有600多人次申请富康巴士 但车子嘛 只有26台 供不应求 加上了其中6台 专攻老人家转院治疗之用 身心障碍者只剩20台 但拉走一台专攻背金奶奶用 直接影响到的是 当天早就预约搭车的 一名附健患者 还有一名转院的患者 南投县社福单位 比不上直辖县市资源充裕 因此富康巴士只有26步 但偏偏像背金奶奶需要帮助的人 还有很多 在事件之后 已经有民众表态要捐助富康巴士了 背金阿嬷效应正在逐渐发酵 中文线周大翔南投报导 静平其实如果根据我们看这个新闻里面 阿嬷之前不是没有求助过 但是之前跟他说没有车子 还是真的要动用到媒体出来之后 一天之内 两个县长在那边抢人 人家不在台湾的 在国外都要打电话来说 我车子给你 对其实这个事情发生之后 记者曾经问他说 阿嬷你怎么之前不打电话 跟社福单位联系说 看有没有那个富康巴士可以接送你 结果阿嬷后来才吞吞吐有讲说有啦 其实他以前 之前有曾经打过电话给社福单位 问说可不可以载他的这个小孩 这个小孙子 从那个南投竹山载到这个台中的厚里 但是当时社福单位给的答案就是 不行拒绝 没有办法 但是老实说南投县政府 他现在有的富康巴士 因为富康巴士他一规定 他必须就是说 你要载这个重度身心障害人士 你要到他的患者就医 或者是他有这个需求的时候 你必须三天前预约 因为资源短少使用的人太多了 以南投县现在来讲 他大概全线大概只有26辆的富康巴士 他26辆车那有600多人要使用 那600多人要使用的话 每天用的人士平均是150人到180人次 也就是说26辆车去处以这样的数字 平均大概每天每一辆富康巴士 平均要载5到7个人 而且一辆车一次只能载送一个人 那如果说今天南投县政府是决定 因为这个新闻箭报之后 用个案来处理 否则他势必因为冲击 或者是排挤到其他 也有使用富康巴士需求的人 所以为什么要三天前预约 而且要上网预约 那这一次南投县政府社会局 他就考量到说 这个阿嬷的那个他们家境 应用个案来处理之外 也是处境特殊 而且阿嬷他又不会用电脑 家里哪有这种上网的那个电脑设备 所以同意用那种人工方式来协助他 用社工来协助他 那个台中市长胡志强他也看到这个新闻 也承诺说他因为这是跨县市 从南投到那个竹山 南投竹山到台中后里 那胡志强是承诺说 至少到台中市这个地方 台中以后答应天天用富康巴士来接送他 但是南投那一端 南投他希望说能够天天 但是南投县政府尽量也能做到说尽量 因为他也怕说万一天天的话 也有别人可能没有把他使用到 那不过阿嬷今天看到有穿车的话 他已经很开心了 他说不用他很客气 真的是就勾野人 他说不用不用天天啦 只要每个月载几趟的话 我就很满足很开心 这个可以解决他的困扰了 所以说阿嬷其实也蛮知足的 你看他过去的三年 过了什么样的这个这么累的生活 今天有车他已经很高兴 而且他还讲说上学的时候来接我们就好了 放学不用来送我们可以自己回家 但是重点是比如说 类似刚才陈辉文所讲到的 这样子这个车能够开多久 能够载多久 还有刚才静平也提到啦 会不会有排挤的效应啊 这个个案处理 那别人要怎么想呢 还有到底是不是因为之前求助的时候 很官僚求不到车子 今天才会看到这个新闻 还有更多人有更多的苦水的故事吗 我们马上回来